今天跟大家讲这个话题是取自一位全灯法师里面的开示 那个整个开示很长,整个小时的 但其中一小部分我听了之后觉得很值得抽出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话题可能香港的朋友搭地铁都会看到的了 但是因为这个平台是世界性的,我也希望不是在香港住的朋友都看到这个轻松家庭的formula 所以我就为大家特别在这里再分享 他说他在一次搭地铁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告示 很值得他留下来跟大家讲的 他就拍了一张照片,那个话题就是轻松家庭的formula 是轻松家庭方程式 接着他是说加减乘除 我觉得很有趣,但是又很有道理 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加减乘除 怎么可以令到我们家庭轻松愉快呢 第一个加,它是加一些空间给大家 很多时候有些人真的在环境里很逼劫的时候 然后整天你望我眼我望你,真的没有什么地方转弯 特别现在是很多劏房啊 所以是这么逼劫空间 那个磨擦就容易产生的了 加一些空间给大家的时候 你就可以出去外面公园 散步 避免大家迫在一起了 如果在外国地方,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房间 除了要相聚晚餐的时候 大家一起聊聊聊 聊聊日常发生的事 吃晚餐,吃水果 过后呢,给孩子家人们 自己有空间 他们想做自己的事 在房间里面 他可以和朋友聊聊天 或者是上网 或者是看电视 或者玩玩游戏 给他们一个自由的空间 他们会觉得很舒适的 如果你整天都要追问他这么多东西 令到他觉得很烦闷的 那这个呢 就是加一点空间 第二呢 就是减 那你加完之后要减 减什么呢 当然是不要给那么多压力对方 在一个家庭里面的压力 就不外乎 他先生很晚回来 你追问他为什么不回来吃饭 又不打电话通知我 他已经这么累了 你再这样说 令到他很烦厌 增加了他一种的无形压力 那好像孩子们 你就要他 今天上这个补习班 明天上这个补习班 每天放学回来 都要面对额外的功课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那你一定要考高些分 不是你进不了这个名校 变成他们自小 就在这个功课的压力之下 是真的喘息不了过来的 那至于成是什么呢 他是采取他的音 是成意的意思 是成意沟通 特别夫妻间 不可以有一个隐瞒 孩子之间 也不可以对他有一个欺骗 大家都要开城报公 来讨论事情 那就不会有一个误会 第四点就是随 这个随就是不要的意思 随去了你的啰嗦 真的女性是特别多啰嗦的 我包括自己也是 我都要在这方面学习的 因为不停地 你不要这样做 你又为什么不打电话 回来通知我 你又为什么你这么迟回 完全都是这个 好像做妈妈 准备每天的功课 就是要去啰啰嗦 去为儿为女儿 追问他们 为先生的工作 为他回来的时间 为他吃的食物 你不停地啰嗦 我们做了上鹅 不止天鹅 是日夜都饿 所以叫做上鹅 所以最重要 做太太的 不要这么啰嗦 因为你啰嗦 就令到你家人 怕了你 不跟你接触 所以这个轻松家庭方程式 我真的很欣赏 加减乘除大家做足 一定会轻松愉快 至于如何减少压力 和诚意沟通 这两个是一个大的范畴 我会在另一个视频 跟大家讲压力情绪的时候 专讲压力 什么是压力呢 诚意沟通 我们用什么方法沟通呢 希望我能够解释这两个时候 令到大家在这方面 加减乘除做得更加轻松愉快 请不吝点赞